观众朋友们 近来网红郭文贵接连遭遇重大挫折 什么英文媒体的负面报道 罗杰斯通的脱口秀 事实于家债权人起诉 马蕊强奸案 诉状送达 博讯起诉 Facebook被封号等等 可谓交头浪耳命运堪忧 在其支持者的竭力帮助下 郭文贵赢得了一次绝佳 改变负面形象的机会 那就是10月4日 在哈德逊研究所对谈 原计划对谈 由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 比尔歌赤主持 两人对谈一小时后 会有半小时的答问环境 回答公众预先提交的问题 现场只有获邀人士可以入场 但对谈全程直播 郭文贵虽然多次在网上爆料 但都是在自己家里直播 或者接受主持的采访 所以这一次对谈被形容为 首次面对美国公众 哈德逊研究所是由赫曼康和他的同事 于1961年在纽约州 克罗顿哈德逊政创办 是一个美国保守派的非盈利性智囊谈 现在总部在华盛顿 该研究所的价值观是 以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为义务 坚信技术是进步的助推器 增重文化和宗教事务的重要性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致力于通过创新研究和分析促进 全球安全繁荣和自由 10月3日 郭文贵先生就到达了华盛顿 但却被哈德逊研究所告知 活动不得不取消 哈德逊研究所 尚未对活动取消的原因 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郭文贵会谈被取消的原因是什么 郭文贵在推特上感叹道 盗国贼的蓝金黄力量太强大 暗示主办方受到中方的压力 此前有消息说 哈德逊研究所接到了大量 来自中国大使馆的电话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建立先生随后又发推说 哈德逊研究所被严重攻击 我的手机被瘫痪 他认为从活动组织的有关情况来分析 不排除中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此前曾有演讲活动的协办者 因压力而退出 有趣的是 10月4号的同一天 中美在华盛顿举行首届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 美国国务院说 这场对话主要讨论如何遣返罪犯 扫毒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中美合作 舆论普遍认为 这一次的对话有可能涉及如何遣返郭文贵 中国公安部长郭升坤作为谈长 将访美 会晤美国的司法部长赛森斯 和代理国土部长杜克 8月25日 因美国执法部门的要求 中国警方曾在广州的白云机场 将一名美籍的红铜饭 移交给美方 这是继今年6月8月 美国分别向中国遣返一名 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逃放后 中美两国执法部门 开展执法追逃合作 取得的右翼成果 有媒体关注到 近期中美之间官方往来频繁 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刚刚接触访华执行后 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斯又来了中国 他的执行是为美国的川普总统 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 首战访问中国做准备 与此同时 首人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 于9月28号在华盛顿举行 是刘延东参加的 另一种观点呢 这截然不同 认为郭文贵会谈被取消的原因 是因为他爆料的谎言太多 前后矛盾信口开河 对这样的人进行直播 安排演讲是对民主自由的滥用 郭文贵爆料以来啊 投入巨大的资金直接间接的给钱买通 部分民运人士 用谎言谣言对民运人权组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他所称的网络攻击 实际上是来自郭文贵先生的自导自演的网络攻击 参与攻击的除了郭文贵先生自己以外 还有他的部分粉丝 这和郭文贵原移民律师网站被攻击啊 如出一辙 博讯曾有披露 针对移民律师的攻击是来自郭文贵 郭文贵曾对博讯呢 进行了受刺严重的网络攻击 对网络攻击可以说是轻车鼠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郭文贵先生自编自导 并且搅黄了自己的演讲系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固然这一次对谈被取消 有中共干预的可能 但被取消的根本原因呢 在于哈德顺研究所考虑到 郭文贵现在为强奸犯犯罪协议人 加之有大量的负面报道 并且郭文贵正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此时公开演讲会引起不必要的舆论争论 为什么郭文贵先生从年初豪情万丈 滑落到现在的风光不在 丑闻残身 其原因呢 是郭文贵不理解美国的政治文化 他一直在用中国大陆的方法 保料和处理各种关系 以至于败走脉城 第一呢 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 保护言论自由 但侮辱诽谤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郭文贵不懂 他把美国当成了中国 沿用其在大陆通行的 无辱诽谤的手段 结果引来无数的诉讼 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我去澳洲 十一年现在已经加入了澳洲国籍 这个是我的澳洲的证件 上面有我的签名 这个是另一个证件 这种Driver's License 就相当于国内的身份证吧 这上面也有本人的签名 他就把它当作国内的这种身份证使用 住旅馆啊 坐推机啊 干什么 这一张卡就够用了 在郭文贵的这个最新爆料里呢 他报了某位跟我同字 同音不同字的一个领导人的 所谓的试剂 说他在澳洲有房产 而且郭文贵这个爆料里啊 还举出几个例子来 说这个房产 是这个 这位中共官员在澳洲的财产 我一看 他举的这两个例子 他妈的是我的房产 这个不对啊 澳洲是这样 房产信息呢 相对还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通过律师啊 通过房产买卖中介啊 很容易能得到 我这个交易的信息 你得到了也就算了 你没经过同意 你首先你违法 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 你把我的私人信息 发到YouTube上和Twitter上 你经过我允许了吗 你问我了吗 你就透露我的信息 你这样一来 你知道给我造成多大的麻烦 第二 美国是一个人权社会 刑事犯罪啊 将会受到法律的演绎制裁 但郭文贵 强奸与助力马蕊 跟踪骚扰 博讯的创办人韦石 现在马蕊博讯 已经在纽约法院控告郭文贵 你记住韦石不进监狱 博讯不关掉 这件事情永远不会结束 博讯关掉 韦石息诺进监狱 他的家人就一天不得安宁 他要为他所有做过的 对我的伤害付出绝对的代价 你走着看 一切刚刚开始 就找到他家最好了 每天晚上以后让他去送去 半夜里面是十二点送去 敲在家门 每天或者早上六七点钟敲在家门 妈的 我就一天就花这个钱了 一天不就三千美金吗 就送他去 天天让他睡不好觉 第三呢 美国是一个诚信社会 撒谎者被人不知 郭文贵爆料采取编制假证据的方法 他可能在想 反正你王岐山梦见著 也不可能来美国控告我 我造谣你拿我也没办法 但不知 美国人聚重诚信 一旦认定你为Layer 也就是造谣者 就会远离你 第四美国是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 郭文贵名为商人 但他不懂的什么是资本主义 美国鼓励商人的创造利益价值 但手段必须依法 强取豪夺 为法律所禁止 也违背了商业精神 郭文贵四十八小时通牒博训 要求其浪出管理权 其手段与在国内抢夺 天津华太股份 如出一辙 自然结果是 自取其辱 能为效果 第五 美国是一个有基督教精神的国家 讲究友爱和互助 但郭文贵在网络上 得批评自己的人士 用肮脏的语言谩骂 你在中国可以骂大街 但在美国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 可见郭文贵不懂得美国的政治文化 导致四处碰壁 在中国大陆 中共的黑社会里玩得转 但在美国就玩不转 只可惜郭文贵先生读书太少 到如今命运已定 只希望他能及时的悔改 结局不太凄惨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点评当时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